Inner experience 或者是內在經驗 為什麼說這些紫色內在經驗的語言是私人呢 一旦同樣內在經驗的時候 根據傳統做的了解就是 只有一些只是我們感覺到的 其他人感覺不到的 比如我們講勤痛就是 比如我在那裡痛的時候 我知道自己痛 但是別人不知道我痛不痛 但是呢 假如呢 我用一個很大的鎚 打到你的背部 我同時也用同樣的鎚 打到我旁邊的同學那裡 他們兩個都有一個很大的可能 他們說很痛啊 你會講很痛 他也會講很痛 如果是這樣 那這個還是不是私人呢 是啊 但是不是私人那個 他剛才說的意思就是 他要搞清楚 你說那個如果大家了解到 那個不算是 他原來不算是 他用回傳統做的說法 是那些就是 那個人本身你知道 其他人不知道 因為就算剛才這樣說 其實可以用傳統做 你可以說 他那個忍受的痛的能力 大一些的 我忍受的痛的能力 是少一些的 雖然大家都在用那個字 但是我們所指的那些東西 可能就有程度上的差別了 對我來說是很痛的 對他來說是沒事 這樣 那又行不行呢 明先生的意思就是 你這個經過是一個推理 但是這個推理可以錯的 不同我們指到自己的痛 比如你試想想 我們自己苦痛 餵痛的時候 那些痛我們都很清楚 跟著傳統做的說法 很清楚 就像迪卡來說 我私故我在 最直接知道就是這些 反而我在對象 可能假的 但是我在想的東西 都不假的 因為我們很清楚知道自己的 但是你說其他人的那些 我們怎麼知道呢 現在我們講的 這個是不是一個 私人的語言 那當然 我可以說 我好痛 所以我發出一些聲音 用中文就叫我好痛 他又發出同樣的聲音 又叫我好痛 那這個中間 有沒有一些共通的地方 是 韋斯坦講傳統的觀點 這裏不是他同意的 不是韋斯坦和這個觀點 他講傳統觀點 傳統觀點 他講到就是 一講到其他人的痛 就不是一種直接的自認知 是一種間自認知 這間就是推你推腦 不是真是知 譬如因為我痛的時候 我就說 不知道要捏肚 喊新人 喊透明 那樣 如果見到人也是這樣 我就說 你也是痛 但是這個痛 就剛才你說的 我們不知道 也可能錯了 我 我知道也不會錯 有時候有些人叫神經 就是神經錯亂 雖然自己覺得很痛 其實是沒有的 假如我說 我現在見到劉博士 是鬼來的 不是人來的 我可以這樣說 但是等於 是否等於 我自己的私人的感覺 是正確呢 哈哈 其實林葵先生 你記住 他是正確的 他不是說 這是對的 還有剛才我們一路都是 就是界定到這裏 那些美女都論證的部分 那些什麼叫做私人語言呢 我跟傳統做的說法就是 指一些語言 他是指涉人的內心經驗的 內在經驗的 而人的內心經驗 內在經驗呢 對於那個人自己 他是確定知道的 直接知道的 但是其他人 他是間接知道的 他不確定的 這個叫做私人語言的意思 所以這個定義才搞定 所以未去到論證的部分 還有九寶啊 那些叫做私人 這個未去到討論 就是才了解他這樣說的意思 還有他做一個澄清就是 有些編組是私人語言來的 但是他不是私人語言來的 比如他舉個例子 比如一些人呢 如果他只是用一些特別的故事 記住一些內心感受的時候 那這個我們不叫做私人語言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樣的一種技術呢 如果不是剛才說 我知道人家不知道 就是那個意思就是 那這個不算是 因為你用一些特別符號去寫的時候 有些符號可以翻譯做 大家都知道的一些語言 比如我舉個例子 就是用三個例子 比如有人寫日記 他呢 就怕被人看到 就是有些人很怕 就是怕被人內心懶罷 所以用一些符號 就不是一般人用的 就是他譬如 一般叫做痛 他就改為求求求求求求求的 叫做 寂寞 快樂 叫做Y 走到這麼難 變成一般人看不明白 他自己看不明白 那這個算不算是 私人語言呢 就好像 剛才我訂定的好像近了 那這樣就不算 那不算 那它那些符號 好像很特別的這樣 但是全都可以 通過解碼的程序 反弁的嘛 反弱的人都知道的 那些特色 那這個就不是它所謂的 什麼意思 所以不要混淆 私人怨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不是私人的 因為你還有一些特別符號寫 如果這種感覺 如果都是過程度有的時候 就不是剛才說的私人怨的意思 這個講法有問題嗎 這裡 那都是一個推理來的 現在其實為什麼它 它說這個不是私人語言 那都沒有什麼錯的 它不是說這種是 它說這種不是私人語言 其實為何要講私人語言和它的論證 還有一個反覆呢 其實這個都是語言的實在論觀點 實在論觀點就是一個詞語言的意思 就是指涉 指涉 指涉如果是外在的事物的時候 我們已經了解到了 這個不一定的 有時候不同的巨大物諾 可以根本就不是指涉對象 有不同的意思 但內心那些呢 剛才講的是 我們覺得好像是痛才講痛 是快樂才講快樂 好像很直接一點 好像不同剛才講外在的事物那樣 那就是華欣先生說的 說私人語言論證呢 就是連這個都國性 這種所謂私人語言論證呢 根本是不成立的 所以這裡就在現在的階段 都是在澄清這個私人語言論證是什麼意思 根據語言的實在論呢 就是一個term 是它所指的東西 那如果是一般內在對象沒有問題 但如果是我們心理的經驗 譬如內在經驗那些呢 就應該是類似傳統在這個講法 就是一些我們指才知道 人家不知道的東西 是吧 即使我們自己知道的東西 都有可能自己真正是不知道的 是吧 是吧 我們自己知道的東西 即是自己不是真正知道的 是吧 那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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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不是真的嘛 是… 是… 就是這個… 如果你加一些條件就行了 譬如加一個條件就是 它是正常的 它理智沒有出錯的 那這個… 那這個起碼暫時 這裡都沒有去到 你… 可以不可以駁到它的問題 因為… 即… 尹先生到這裡未論證 即是怎樣反對這些 所謂私人未論證 這樣講的問題 即… 剛才你這樣講 都… 都他們回答到的嘛 你這樣講的話 嘩 正常的智力 這樣 它可以回答到 尹先生呢 它是… 不是從這些方面去… 它回應 即是… 或者說完它的風險先 就是大家再就著 就是… 我理解它的說法 大家可以提一些 意見和問題 OK 那你暫時 如果當作問題呢 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呢 說完尹先生 反國私人未論證的 那些的… 的講法 那我個人整理了 有三種的講法 第一呢 第一呢 就是… 與內在觀念經驗的關聯去講 從這個角度呢 維恩斯坦說 私人語言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世間上 沒有私人語言這件事 那這就是它第一個 Candar 叫文 不是NPR 叫文 那我解釋一下 什麼意思呢 那這個意思呢 就是… 如果一個人 他將一個語詞 是用來描述自己內在的經驗 而內在經驗呢 真是好像剛才說 就是我知道 人家不知道的事 那文件事就說呢 這個就是違反語言的 那種意思 這種不是語言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如果只是自己知道 人家不知道的事 那變成了 我們是沒有客觀標準呢 他決定 我們講的那個說話 那個時非對錯 或者那個語詞 是不是當然有指示 因為我們沒有客觀標準 所以這個是違反語言的 那個意思 所以這種不可能是語言來的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 Candar 文 這個這樣說 不知道大家明白什麼意思 或者說回維恩先生 具體的例子 例子 例如當作寫日記 他日記裡面呢 全部都是記述一些 內在經驗的 就是自己知道 別人不知道 但問題就是 他自己記述這些 內在經驗 他用的符號呢 如果只是 如果只是 那麼